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知识平台的线上广播节目 我是Joe 张国阳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创业人事安排 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其实是我这两天 我被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他是一个创业者 可是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男朋友其实各方面都不错 而且还具备一些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 所以他想说这样蛮好的 一方面又喜欢这个人 而且一方面能力上面又可以补强自己的弱点 可是他又有点犹豫 就是不是很确定跟喜欢的人 一起经营事业到底好不好 所以他就跑来问问我的意见还有想法 当然我先说这个状况其实还蛮常见的 甚至一些老式的小公司 其实常常是这样 就是比方说老板在外面跑业务 然后老板娘可能就在办公室以后管账 或者是这个主管这个主导这个人士 可是我得说 我自己其实不是很认同这样的一个选择 而且我觉得这其实这个在大部分的状况下 他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人生这个抉择的方式 原因是这样 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 他在初期 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完全是未知的 不管你是这个进入职场 你是这个创业 你是谈恋爱 你是做任何事情 其实常常都是这样 你在初期 未来会怎么走 这个完全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能够的话 我自己的建议都是你尽量把这个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如果你能够把人生的很多的这个变数降低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会比较知道 不管是碰到变化 碰到这个进一步需要抉择的时候 你都会比较知道 你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状况混在一起 比方说创业 它是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一个事件 恋爱交往 其实也是一个高度充满这个不确定性的事件 你说现在你喜欢他 可是两个人能不能相处 能不能相处愉悦 能不能走得长走得久 其实没有人知道 创业经营也是一样 你说你现在可能找到了一个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大 能不能做得久 甚至有没有市场 你搞不好现在都完全没有把握 所以恋爱充满了变数 经营创业也充满了变数 那你能做的或者我觉得一个人所谓对人生负责这件事情 就是把每一个充满变数的事情都尽量去降低变数 可是如果你把现在两个充满变数的事情混在一起 那这两件事情的变数它其实就加成了 那其实你之后啊 这个需要去烦恼的问题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怎么说呢 你就想想看嘛 两个人当然我们大部分会做这样一个决策 我们都是会觉得两个人会交往顺利 然后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能力一加一大于二 所以我们的事业也会这个很顺利 可是啊 这个中间就有很多不可测等在前面 万一两个人啊 比方说这个一起创业也一起交往 然后呢 彼此又拿了一笔钱出来共同投资 结果呢 过个半年 两个人这个情感不如预期 那这个要分开了 那事业会不会受到影响 一定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钱要不要重新拆分 所以这个工作需不需要交接出去 很可能都会需要 那有人会说 可是就我们这个感情谈得很理性 我们到时候就算分开 我们事业可以归事业 情感归情感 那当然你可能做得到 可是你的另一半不一定做得到 而且呢 两个人情感分开了 工作又做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你又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他又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搞不好你知道 难免心理上面受到一些影响 甚至是可能对手幼稚一点 或自己幼稚一点 然后呢 你想要这个做一些报复的行为 会不会波及到彼此的事业上 很难说不会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是后续这个人生上面的隐忧 那甚至反过来 也可能是同样的状况 然后两个人一起经营事业 结果事业不顺利 感情虽然很好 感情虽然很好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中 事业的不愉快 有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感情的这个生活 所以呢 我自己的这个建议一向都是 你如果能够简化 人生不确定性的变数 尽量简化 不用把两个人的这个人生啊 这么密切的在出奇 就纠结在一起 这个其实对于后续啊 常常都是必大于利 那下一个问题 我猜有人听到这里 可能就会想说 就那如果我们两个啊 情感稳定度很高 甚至是啊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那我们一起经营事业 会不会就很好 对不对 就像我前面提到嘛 有些这个老式的小公司 老板 这个负责这个跑业务 那老板娘在家里管账 感觉这就是这个 情感稳定 或者结婚之后的一个 生活连结嘛 但是啊 我得说 假设就算你们的情感稳定 甚至是两个人都结婚了 我其实也都不鼓励 也不建议 把这个工作 跟这个情感生活啊 连结的这么紧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其实在于啊 经营其实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 经营啊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行为 换句话说啊 其实你每天都会有 各式各样的烦恼 要比方说这个产品设计啊 怎么定价啊 怎么行销啊 这个甚至是这个经营上面 到哪里去找钱啊 哪个客户要接不接啊 那除非 除非除非 两个人在所有的决策上面的价值观 都非常的一致 可是啊 我得说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所以呢 当你们碰到了某些艰难决策的时候 他觉得A好 你觉得B好 那是不是就会有一些这个争执 就会有一些吵架 虽然大家都说成熟大人啊 事业跟情感要分开 就是说这个态度上要分开 可是啊 实物上没有人做得到 对不对 你白天在办公室吵架 或者这个为了工作吵架 这个情绪会不会回到家 还带到家里头来 我觉得其实是很容易会发生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个经营状况不善的时候 那通常家里的气氛也很低迷 所以呢 这个两个人啊 把这个生活这么高强度的摆在一起 我觉得其实让彼此啊 都失去了一个逃避的空间 这意思是说 你可以白天很辛苦 对不对 跟你的创业伙伴吵架 然后搞得不愉快 可是回到家 哇 看到另外一半 大家可以做一些 你知道这个完全跟白天工作 做不相干的事情 一起吃吃饭 看个剧 这个读读书 然后聊聊这个日常生活 你会有一个放松逃避的空间 可是啊 两个人如果这么紧密 回到家 也就像在办公室一样 对不对 甚至是办公室的一个延续 我觉得这个状况 其实是不太好的 你让彼此都没有那个逃避的空间 整天都是情绪紧绷 那我相信 除非创业是一路顺利 否则啊 如果中间有很多艰难的这个状况 两个人的这个感情 也会陪葬进去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不好 甚至是啊 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场域一起上班 我都会觉得这不太好 因为这个工作 真的没办法工作归工作 情感归情感 真的没有人做得到 那这个啊 我讲到这边 搞不好又延伸出第三个问题 有些人会说啊 哎 就 你讲的也是有道理 可是啊 我这个创业初期 我就是找不到有能力 或者找不到我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我势必得要把家人拉进来 哎 这个确实也很常见 对不对 有些这个创业家 或者是这个小经营者 确实会觉得 有一些这个比较公司 甚至有机密的事情 我好像不能假手与外人啊 对不对 管账啊 管人事啊 或者是管理一些这个 关键的技术啊 我如果找了别人进来 对不对 这些人 我又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他的技术能力 我甚至不知道 该不该把这些这个讯息交给他们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担忧 哎 我觉得可以理解 我觉得可以理解 可是我还是不建议 哎 为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 我自己一直觉得 经营这件事情 初期 当然你规模小 势必有一些事情啊 第一个 当然你要亲力亲为 第二个 你可能有些东西啊 中间会有很多灰色地带 切不清楚 所以你需要一个 或者两个这个强者啊 帮你这个cover 可是啊 我得说 如果你要做大 你要规模化 你要好好的经营 其实你作为一个经营者 最重要最重要的责任 不是说 不是说什么 啊 我要来当这个 跟大家一起包货 什么这个亲力亲为 不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经营者 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啊 要去思考 怎么把你平常的经营风险 从人质 转成法治 你一直会提到这个 你知道信任感的问题 其实信任感的问题 很简单 回归到底层 就是你没办法拆分工作 因为你没办法拆分工作 所有的工作都是一大包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要就是得到全部 要就是你知道 根本不能用 你不能拆分工作 你得仰赖一个这个 很厉害的人 仰赖一个大神 你其实就让你的这个组织啊 失去分散风险的能力 你会过度仰赖一两个啊 非常强的人 可是啊 你如果真的长期经营公司 你就会知道 其实没有这样的人 或者是这样的人啊 如果你需要 他能够面面俱到 那这个公司经营啊 他的规模绝对做不起来 所以你呢 作为一个经营者 你就要得想办法去拆解 去分工 假设有一些秘密的资讯 你能不能让两个人 三个人来拥有 每个人得到各自的片段 他们必须呢 要这个把流程上面 把工作的这个合作模式啊 重整 然后呢 也能够达成 你知道一个强者 能达成的一个效果 如果你多花心力 去思考这个部分 重整你的流程 重整你的表单 重整你的管理规则 尽量把对人的依赖 降到最低 那长期而言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你虽然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信任 可是也不是百分之百 不信任的 不是零或一 这么单纯 其实经营 本来就有中间 很多的这个灰色地带 所以呢 你就要想办法 把人 把人制 转成法制 你如果能够做到 那基本上 你就可以不需要 你知道每一个关键职位 都需要仰赖这个身边的人 不需要把这个家人 或甚至是这个伴侣 拉进来 那我前面有提到 家人伴侣拉进来 那虽然工作顺利了 可是其实感情赔进去了 所以长期回头来看 你会发现不值得 也因此呢 你如果你要避开这个风险 你就是努力的 好好的在经营的 管理知识上面下手 让你的这整个经营 能够透过这个流程 跟法治 能够降低 这个对人的这个依赖 那你可以努力自己尝试 那当然 这个知道我们这个 大人学的朋友也知道 我们有一堂这个非常知名的火车课 对不对 大家透过玩火车 来学习流程设计 团队的这个分工 那他的名字叫做这个102 流程设计与跨部门沟通 换句话说呢 我自己觉得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课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知识 其实才是作为一个经营者 最值得努力去调教 而且呢 去改善的部分 你把这些东西底层的这个管理规则有了 让有能力的人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团队 都可以发挥 而且呢 都不会呢 你知道过度掌握这个太多的资讯 一跑整个这个团队就垮 这些你都能防防范 你就可以呢 让你的生活 这个你的这个职场生活 或者是创业生活 跟你的恋情啊 能够充分的切开 一旦切开 这个两者之间啊 就可以互相成为一个这个逃避的空间 意思就是说 你职场不顺利的时候 你可以在你的亲密 另外一半那边得到一些慰藉 对不对 那如果呢 你的这个情感生活 走这个比较低迷的时候 你又可以从这个工作上面 获得成就感 那其实呢 这个叫做风险分散 这个也是我自己在这个觉得啊 对大部分成年人啊 最应该要去思考的部分 把每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啊 都独立切开 让他们不要啊 这个连结在一起 不要啊 一个议题发生 就会这个波及 这个分散 这个影响到其他的这个人生层面 你能做到这一点 那我觉得啊 你的人生就会相对比较稳定 也会比较这个过得会比较轻松 比较舒服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逻辑 从风险的角度来思考 那这样子啊 你的这个各层面 不管是感情生活 或者是创业生活啊 我觉得就会更舒适一点 好 那感谢你的收听 也希望呢 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大家搜寻这个大人学 与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我是Joe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